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且预定的测试者需要记录下详细资讯 描述 NCP-348是一个白瓷碗 有淡蓝色的花朵装饰 大小为直径20公分 高9公分 没有生产商标 在碗侧用中文刻着 想着你 当有一名带有轻微病症或伤识 诸如轻微咳嗽 流鼻涕 挖伤的人在场时 NCP-348将马上装满汤 当由NCP-348产生的汤 被年轻的测试者 年龄在4到18岁之间喝掉后 都一致表示他们非常的享受 某些时候表示 就让他们想起双清楚的食物 测试者会在允许的情况下 喝光NCP-348内的汤 喝像数次NCP-348的汤的孩子 常表达感到满足 称称虽然他们是独自喝下汤 但是感觉并不孤单 附入SCP-348之一 在我留言指出 一名居住在 的 孩童拥有值得注意的恢复能力后 引起基因会的注意 并回收了SCP-348 调查显示 该孩童在他们的房子的阁楼上 发现了SCP-348 并依赖项目替代自己 被双亲冷落的孤寂感 其双亲都是选天职工人 都拒绝对他们和孩子的关系 做出评论 与孩童相关的测试 都被伪装为 用来衡量公立学校新食品豪坏的调查 附入SCP-348之二 以注意到 偶尔SCP-348的汤被喝掉后 一条讯息将出现在碗内 出现在碗内的讯息 就像事前印刷在桃子上一样 讯息的文字 似乎是喝汤者所用的语言 在出小时后 或SCP-348再次产生一碗汤的话 讯息将会消失 测试记录 SCP-348-1323之 测试者 8岁女童 有咽喉痛 背景简历 与双亲快乐的生活在一起 笔记 测试者用30分钟喝掉了汤 并在随后表示 咽喉的疼疼的造势了 测试者 10岁男童 最近在骑车时受伤了 轻微挫伤 背景简历 和双亲一起生活 经常和双亲吵架 笔记 讯息出现 别忘记刷完 测试者 11岁男童 有轻度感冒 背景简历 和养父母一起生活 笔记 讯息出现 我很高兴你很快乐 测试者 9岁女童 有轻度感冒 背景简历 和双亲生活在一起 据说十分易怒 笔记 在测试前 在测试前后都没有值得注意之处 测试者在喝汤后 表示并不是特别喜欢味道 不过他还是很想喝 最后调查显示 测试者的感冒比预料得好得快 测试者 6岁男童 最近因为和朋友玩耍受伤 轻微擦伤和刮伤 背景简历 双亲离婚 当前和母亲生活 笔记 讯息出现 我很抱歉孩子 测试者 7岁女童 有感冒 背景简历 和母亲一起祖母一起生活 父亲过世 交通事故 笔记 讯息出现 我爱你 附录 ASCP-348-3 测试显示 当18岁以上的人 喝ASCP-348的汤时 他们将不太愿意喝完它 部分人说这汤缺少了什么 大部分人则宣称 汤与普通的汤没什么不同 进一步对年庄者的研究指出 虽然18岁以上的人 也会得到讯息 不过讯息看起来褪色且磨损 现在测试记录 测试记录 ASCP-348-2635G 笔记 已经对100名测试者进行了测试 只有5人获得了 ASCP-348的讯息 测试者 30岁女性 有头痛 背景简历 与双亲都有一段糟糕的时光 拒绝接受父亲提供的就业训练 当前独居 笔记 讯息出现 为什么 测试者 35岁男性 有感冒 背景简历 双亲离婚 每月一次去看父亲和继母 在母亲的坚持下没有去看她 笔记 讯息出现 会好的 测试者 40岁女性 有咽喉痛 背景简历 与双亲争吵并离家出走 尽管如此 人就给双亲寄钱 并负责他们的养老 父亲最近去世 笔记 测试者注意到汤开始有点苦 不过最后人感觉满足 讯息出现 谢谢你 测试者 40岁男性 有轻微腰背痛 背景简历 在一年前谋杀了父亲 笔记 测试者喝了点 并拒绝继续喝汤 抱怨味道不好 测试者随后感觉到有轻微胃痛 在ICP-348的内容物被处理后 ICP-348马上充满了盐水 盐水持续存在了3小时 并随后消失 测试者 45岁男性 因为关节炎而疼痛 背景简历 婚姻幸福 和妻子孩子住在一起 每周带全家去看父亲 母亲去世 笔记 讯息出现 我为你自豪 尽管收集了大量的讯息 研究未知ICP-348给出的讯息 是来自测试者父亲 还是ICP-348本身 附录 ICP-348之死 ICP-348曾经用于测试一名 60岁患有绝症的测试者 该测试者是许多孩子的祖父 喝下ICP-348的汤后表示 是他喝过最好的 测试后 测试者有种满足感 并注意到病症带来的疼痛减轻了 测试者在一周后安详的去世了 以上就是ICP-348 简单来说ICP-348是一个白痴丸 当接触到有轻微病症或伤症的人 他的内部就会出现汤 喝下汤之后会有轻微的治疗效果 并且随着与父亲的关系不同 会有不同的反应 小孩会更倾向把汤喝完 并且汤丸也比较常在喝完之后 出现类似父亲口吻的讯息 这算是一个比较感人的ICP 我个人也是蛮喜欢的 这支影片就到这边 如果喜欢这支影片记得帮我个喜欢 不喜欢的话就会不喜欢吧 希望我做什么来的CPU主题 可以留言告诉我 就这样 拜拜